今天来到海边以后 要遇见这个大爷来赶海 来挖了城隍 补贴家用 电脑铁能不能为着 请老大大爷点个赞了 如果你在风斗的路上 请你给个双斤 骗了个666 感谢你的支持 如果你喜欢货外赶海呢 就天下个关注 上鱼区不知道该怎么做好吃 其实很简单 把它清洗干净 把它的牙齿给挑出来 来个铁板鱿鱼烧 是非常好吃的 有的老铁进来学到了知识 反手给点亮一个小红筋 反正怎么要也不给 不给就不给吧 给个关注 一千多年传下来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今天让我呆着了 手机是不容易 踩着高桥 然后撑小宝 捕捞一些小鱼小虾 然后卖点钱 大爷是真厉害 八十多了 希望这门手艺能一直传撑下去 我一直挺好奇的 这鱼嘴巴这么长 它到底是怎么进食的 到底是吃什么尾声 还说这只是它的一个武器 这种鱼在咱们这边 叫做针鱼 抓它的时候 一定得小心 不然的话能把手给斩破 然后朋友们 今天干海抓的这些小鱼线 就很一般了 相信大家都见过 如果你也觉得很一般的话 就随便给个双鸡吧 别忘了加关注 看明天十点半 干海直播了 这些小鱼线 这些小鱼线